趙國立委候選人專程跑到台北立法院 去開一個這個抹黑不實的記者會 所以我這邊我有提出一個挑戰書 帶著挑戰書來下戰帖 台中東區副台里長石國勳 對選區民進黨立委候選人 將趙國喊話 要求他如果我這邊沒有任何步伐 請他從此退出政壇 不要在這裡開記者會 犯罪請記憶解除 請大家這裡開記者會 訴求說到一半就被標語搭配廣播戰術 當場請走 之所以登門來踢館 全是因為這件事 搭配錄音以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 江趙國指控對手羅廷偉的競選幹部 在招募郭台銘連訴書期間疑似涉嫌不法 錄音檔很清楚的提到羅廷偉的幹部 他就是要求說 我給你三萬塊委託你去做連署 而且要有業績 這整體的行為 請問羅廷偉你知情嗎 羅廷偉是你受益的嗎 江趙國強力指控引來石國勳登門論述 至於羅廷偉則認為這是競選幹部與對手兩人 之間的事不做任何評論 倒是江趙國開完記者會後行程中 得知服務處被踢管 犯罪的人應該去遞檢署 不用來我的服務處鬧場 不用轉移焦點 三星台北台中綜合報導